我們今天要來講不小心而陰水死亡事件 大家好,我是轉角遇見你的高玉琳老師 前幾天台風夜 新北市新莊金傳工人觸電身亡 一位水電師傅到自家社區頂樓修散水電 疑似觸電身亡 消防人員貨報抵達 經斷電後及CPR搶救 但人傷重身亡 未送醫 很多事情發生都是那樣 或是炸災 老是要跟王者家屬說請節哀 這可能是他這一輩子要面對的關卡 越熟悉的專業 越容易在專業領域出事 每個人這一生都會遇到不同的狀況 阻礙 嚴重的話 還會生死交官 只是你不曉得狀況會用什麼方式出現 這次事件是要解決 因水造成的問題 卻因觸電死亡 就關卡要件判斷 其中是有一項會因水的問題 卻因其他狀況而出事的命格 老師將用玄學角度說明 以下五種人要注意 你容易因水的問題 卻因其他狀況而出事 輕則破財 嚴重恐會生亡 萬一你對到了 可來高玉琳老師的網路公廟 指令先進 尋求解決方案 好 以下五種人的條件 兩項 出生年和出生時程都要對到才算有重喔 如果你是甲己年生 出生的時間是40 第二 你是以根年生 出生的時間是指時 第三 你是丙心年生 出生的時間是生時 第四 你是丁仁年生 出生的時間是虚時 第五 你是誤 虧年生 出生的時間是卯時 以上五種人 不管是你自己 還是家人 或是不會看時間的 建議來找高玉琳老師 因為你們容易因水的問題 卻因其他狀況而出事 趕快來了解 如何散過災厄 避免有事發生後 就後悔莫及了 感謝大家 他要教會 我教會 你有什麼事 我教會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我教會 我們每一位 都會不會 好 酷